大家好,我是Kami Kaliere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初期費用的東西 初期費用就是指你在租一間屋子入住之前需要付的一筆錢 這筆錢多數會去到你平日一個月的租金的三至五倍都有 這筆錢基本上你不交的話這個合約是不成立的 所以你要當作一個必需的支出 所以其實在日本本屋子是很大花費的一件事 只是初期費用已經是首先花了你很大筆錢 另外你還要花幾萬日圓去本屋 之後就好一點了,因為你只交每月的租金再加管理費 但是如果你不存好這一筆錢,那你就不能搬屋 初期費用就包了一個叫Shikikin的東西 按禁 按禁就是你退房的時候可以拿到 但是拿到的條件就是它會扣了一個叫做原狀回復的費用 之後才給你的 那原狀回復就是它在給下一手之前要把你住過的屋 回復回當初的樣子,所以叫做原狀回復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期望你會100%拿回你的按禁 另外就是如果你在住的期間這間屋裡有什麼損壞的話 可能它會在維修的時候收你錢 又或者是你退房的時候有什麼損壞的話 就會在那裡扣了一筆錢 之後才再還給你 那禮金就是好像字面解釋那樣 作為一個借禮去送給他的一筆錢 那你就不會拿回來 那按禮金和禮金呢 以前的話基本上就一個月一個月 你的租金的一個月 和你的租金的一個月這樣去算 但是現在就多了一些是不需要禮金的單位可以租 因為其實有禮金的單位 會租的人就會比較相對上會比較少 我想應該連日本人都不太喜歡給禮金這件事 那大家如果是不想給這筆錢的話 那可以找一些是沒有禮金的單位 又或者是禮金沒有那麼高的單位 那有些是只收半個月的 那除了禮金和按金之外 大家還要給一個叫做 就是火災保險費的 那這一筆錢呢就是兩年兩年這樣收的 因為其實日本租屋的話呢 它的合約都是多數兩年兩年這樣來的 那這個火災保險費呢 就大概一萬幾至二萬元左右 如果大家是透過中介去找屋的話呢 還有一個中介費用 那中介費用的話呢 就跟之前那些有些不同 中介費用呢是要計消費稅 那之前那些都是不需要計稅的 中介費用就法律規定 最多只可以收你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是有用到保證人公司的話呢 那還有你要給一筆保證公司的費用 那保證公司的費用也是啦 每當你要更新你的合約的時候呢 就都要給一次這一筆錢 保證公司的 那另外根據每一間屋不同 那可能你是要交一個叫做 就是交換鑰匙的費用啦 那大概就是萬幾至二萬元啦 那另外還會是有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收費 那有些是沒有的 那常見的應該都是 寫梳底 打掃的費用啦 那或者是消毒的費用啦 那另外有一部分呢 就是你每個月 你接下來之後每個月的固定支出 那就是當中會包括了你的租金啦 管理費啦 那另外有一些會根據你住的區域啦 那可能會收你一個叫做 丁內會費的東西啦 一個維持大家這條街的一些管理費啦 類似之類的東西啦 那就是在初期費用都會收一次先的 如果你是在一個月的中段 入住那間屋的話呢 那那多數呢就會是 Kiwari 就會根據你從哪一天入住 計到你去月尾 那另外再給多一個月的費用 那這個月的租金是事先給的 不是說禮物來的 那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那之下的問題是 你要在入住之前就要準備多一點的錢 那之後就會 過了這個時期之後呢 你就會輕鬆一點 那只是交回你每個月的 屋租和管理費之類的 直到你要更新你的合約的時候 那你就又要再交多一次 那但是就不會是這個初期費用的費 那你要再交的呢 就是更新的費用啦 那更新的費用都 我多數都是一個月的 屋租啦 管理費啦 那另外還要交那個 火災保險費啦 那還有就是保證人公司的費用啦 那但是中大費用就不需要的了 大概就是這些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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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好 等等 好 好 Mohamm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時候如果你的預算不太多 去找房子的時候 你可以選一些初期費用沒那麼高的單位 例如選一些只收半個月租金的按金和禮金的單位 或者找一些沒有禮金的單位 另外還可以去找一些中介費沒那麼高的中介幫你找房子 或者找一些保險費用沒那麼高的保證公司 有不同的方法去減低你的初期費用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是找一些沒有按金和禮金的單位 其實就比較難 比較少 還有可能這些單位都相對上 平均月租會比較高些 那我覺得大家要平衡一下 究竟你是真的想著壓初期費用 那之後月租高一點沒問題 或者是想整體上是合理一點 我自己的最大的 國大話的堅持就是 只是找一些沒有禮金的單位 因為按金都挺合理的 但是禮金個人覺得就 其實我是幾不明白這個日本文化 所以說要給你一下 我這個要注意 我會做一些 我會做一些 那些東西 我會做一些 我會做一些